行政院长苏贞昌出席警政署座谈会 被问到南部大雨不断 但是高雄市长韩国瑜 周末北上拼选举 上班后才开始堪灾 苏贞昌火力全开 人民期待的首长 就是希望能坚守岗位 能和人民在一起 这已经是最起码最卑微的要求 如果首长不做到这一个点 人民失望是应该的 批评韩国瑜只有选举不顾高雄市民 更对他在新竹造势时 因为麦克风没电 怀疑是民进党对他动手脚 苏贞昌更不以为然 在戒严时代我们从政的人 常常被国民党用小手段 来让我们麦克风消音 甚至于电线剪断 那现在已经进入民主时代 民主开放都可以开直播了 韩国瑜还留在戒严的时代 戒严心态实在很不足取 苏贞昌猛批韩国瑜 日营的桃园市长曾文灿也加入战局 我认为批公文也好 地方勘查也好 跟市民互动也好 都可以增进对于公共建设的了解 但是如果说整天跑 别的地方是不会增加了解的 打着周间拼市政 周末忙选举的口号 韩国瑜希望兼顾两者 但却成了绿营选战攻击的最佳素材 台北桃园综合报导